Hello,這條影片是2017年的第九條 也是一條有猩猩的題目,有一分是交易 這裡有四個不同的水素,要分析它們 為何要分析它們呢?要分析它們 我們就看看它們有什麼分別 第一個,你會看到它們是一種氧化 第二個,你會看到它是一種氧化 第三個,你會看到它是一種氧化 第三個,你會看到它是一種氧化 第四個,你會看到它又有氧化 又有氧化,又有氧化 所以又是氧化,又是氧化 我們就要找出它們有什麼反應 是會有分別的 好了,我們先開始是氧化 那有什麼反應是氧化有 而其他三個沒有的呢? 第一個,就是氧化可以下降溶 所以我們回想 氧化可以下降溶 而其他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回想一下,例如 我們加上Cl2072- 就是氧化 那就只有氧化 就不要說只有氧化 只有這個 那就記住了,你要有這些 comparation terms 你才可以知道 即是在比較 那只有氧化 從藍色 從藍色 到藍色 到藍色 好的 然後第二個 可以是什麼呢? Aster 沒有什麼特別反應 你做氧化 其實也看不到 然後到卡波斯 因為那兩個 剩下的兩個 都有卡波斯 所以未必那麼容易 即是你分不了 兩個都有 我們就看了這個 L-Keen L-Keen 就是這個 Helogenation 最容易 就是這個 它可以 由加Br-2 加Br-2 加Br-2 就很明顯 那就是Only C-H-2 又是雙光的 Return Bron Bron Colorless 就可以把它由 Bron轉Colorless 然後呢 剩下Aster 和Carbocilla Acid 就是這個 Carbocilla Acid Carbocilla Acid 的話呢 就是 最簡單 我加Carbonate 下去 我加Carbonate 下去的話 它會有Carbocilla Acid 所以剩下那些 其實是 這個 例如我加 這個 加 Na2CO3 Solution 或者 CaCO3 的Powder 那就 Only 有兩個 所以我們可以說 剩下那個 或者 或者 你可以寫完兩個 因為 總之其實 已經分到 C-H C-H 會給 Colorless 渦泥 Bubble 對 而剩下Aster 那個 就是 全 Negative 全部 你都看不到 有任何 Observation 大家可以 看回 這個 也是我剛才說的 加這個 只有這個 是會有 橙 去青 Domain Domain 只有這個 由 Bloin 到 C-H 最後 Acid 可以是 這個 又或者 用 C-H 都可以 有C-H 然後 剩下Aster 全部都是 Negative 當然 答案 也不只是 這幾個 不單止 只有這幾個 一定是答案 其實 當年 他也出過一個 表 顯示了所有 可能性 例如 剛才 我不是用 Metal 我是用了 C-H 我用了 C-H 你看到 這兩個 都是會有 Gas-Bubbles 又或者 我不是用 Diclomade 就是 剛才 我不用Diclomade 我是用 Permagane 你都會看到 都會變成 顏色 但是 連帶 這個 有德 鋪幫 我都會變色 所以 不一定 只是 用 死 這幾個方法 總之 在這個表 你都可以用 大家也可以參考 答案 和這個表 這條 也是一條 比較難的題目 來到這裡 這條片 有問題 可以再問我